华丽空翻博德满堂彩 举手投足都自信满满 让大家相信美国体操天后 西蒙·拜尔斯回来了 拜尔斯在月初美国奥运选拔赛上 大放一彩 以两天全能成绩117.225分脱颖而出 将于巴黎第三度镇上奥运舞台 被形容是救赎之旅 2016年首度征战奥运 就涌夺四面金牌的拜尔斯 生涯共计37面大赛奖牌 是历史上最多荣誉的体操运动员 不料却在东京奥运摔了一大脚 因为空中湿感的心理因素 无奈半途退赛 后来还因为曾经受到对医性侵 而出席听证 再次揭开伤疤 经历长达两年的治疗 拜尔斯去年复出 就在世锦赛抢下四金一银 拿到第六个全能项目冠军 改写世锦赛历史 27岁的黑珍珠强势回归 也成为50年代以来 美国女子体操队中最年长的队员 写下体坛励志传奇 三立新闻 杨俊宗报道